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可托海在蒙古雨中意为蓝色的河湾 哈萨克雨中意为绿色的丛林 现在是十一月 这片有着2337.9平方千米的可可托海地质公园 在规模宏大的花岗岩群峰中 棱角状的山峰和板状的山脊 已经显露出初冬的痕迹 在陡峭的山巅 一群隐蔽很深的北山羊的出现 宣告着初冬的到来 不久后 山顶的草木将会被冬日的积雪覆盖 雌雄北山羊 每年只有年底的两个月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心想着多吃些草 赶在大雪来临前下山 转移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觅食 然而 在新雪点缀的花岗岩山峰之下 秋天仍在可可托海的山谷内徘徊 万物也保有丰富的色彩 随着气温下降 白花树不再生成绿叶中的叶绿素 而是积攒能量 用以补充树干和根部的营养 这些由绿变黄的叶子 形成了可可托海秋季独有的色调 因为每一小片白花林 都由一棵树繁衍而来 它们根部相连 所以成片的改变颜色 如此协调一致 在可可托海的山谷内 矗立着两棵引人注目的树 现在它们也迎接着季节的变换 坚韧的云山依然苍翠挺拔 而一旁的白花却裹上了金黄的秋衣 山上的冷空气不断向低处蔓延 发源于可可托海的俄尔奇斯河 也感受到了丝丝凉意 湾延曲折的河道 奔流向前的河水 穿过由巨大花岗岩群峰组成的山谷 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